最大的變化 其實這個問題很常被問到 永遠以來最大的變化是什麼 我自己最大的變化 出道以來最大的變化 最大的變化 這個問題之前不問過好多遍了嗎 從外觀上面可能就是 稍微瘦了一點點 我前兩天看了一個 我自己在偶連的一個採訪視頻 天啊 太少了 哎 對不起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瞎說了 整個人的分圍應該也有變化 因為我常常會看一些之前的東西 然後發現 會想 露出欣慰的效果 最大的感受是時間過得很快 而且很多東西都在 潛移默化的發生了改變 我覺得 這個變化其實就是 一直在變化 對 其實從初到那一刻開始就 是一個反轉 對我而言 那後面就是 開始我自己的努力 以及夢想的這個實現 對 我自己最大的變化 我覺得應該是從一個 比較 青澀 然後比較 磨磨董董的練習生 現在開始比較 適應 然後比較能夠放鬆的 成為一個藝人的那種感覺 出道以後最大的變化就是 成長了 其實從出道 剛才出道的時候 是叛逆的一個少年 但現在須努力 想要變得更好 我覺得最大的變化應該是 變成熟了 會比剛出道的時候要穩重很多 就是會 該知道怎麼去處理一些事情 該知道該怎麼去做 而不是像剛出道一樣 守租無措 對 現在感覺就是 老了 你要懂得什麼叫 人情世故 是吧 可是我覺得我一直以來都沒變 所以 內心的那個我 還是就是原本的那個我 其實關於這個問題 被很多人都問過其實 說過很多種方式 但其實我覺得 最最難過說的其實是 比起以前更沒有了安全感 我以前覺得只要出道了 就什麼都好了 就什麼都好了 但後來發現出道以後 並不是這樣的 其實大家都在賽 我可不喜歡 我也不是一名天賦型的選手 好 先打個板唄 打個板是吧 好 Neperson限定記憶 沒了 朱正廷打板嗎 好 再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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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4 2 1 Neperson限定記 朱正廷 打板 久違的這樣自我介紹 嗨 大家好 我是Neperson的朱正廷 你最近是在忙什麼呢 最近其實在準備我個人MV 後期製作一些東西 對在Re這些東西 就上次我們在海外拍的那個MV 對就上一次在海外 就是拍了一些MV之類的 其實上次 我們在去接你的時候 還發生了小意外 你都可能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什麼意外 不算不算 我有點算 女人打算 我看到了 我沒有聽到 我是不是不是 有生命 他沒有教育 你太誇張了 那她已經在他 沒什麼 沒有 你太誇張了 他沒有我 你太誇張了 他沒有救了 你太誇張了 我真的沒有救了 这不是吧 我现在来其实就是为了拍我的新的专辑里面的MV的主打歌 然后之后还会去新西兰然后拍另外一支的MV 因为这次过来是还蛮多的 因为前段时间一直在忙 没有时间试装 一直跟服装老师都只是用手机去对 然后所以说这两天要试装 然后而且也会有个全新造型 这些全新造型是什么 当然就是我一直很想做的英式长发 对 我现在准备去练习室 进去好热 好 好 好 然后现在就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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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不稳 哎呦 这就是我以前每个月月屏的地方 我就站在这里 有时候可能有椅子 坐椅子唱唱歌 之前我在乐屏的时候 我会踩着东西 然后把这个灯全掰到 对到一个角度 就会变成聚光灯 只有一束 设在这边 哦 上面现在已经物是人非了 上面其实原来它是有六个沙发 其他练习生 没有暑假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一个月的强度训练 然后那边就是洗澡淋浴间 这就是我用了无数次的买架 用了无数次的 哎呦 一用这个买架 我就想起了以前唱的歌 可以唱吗 我要唱了歌 我来面试乐华唱的歌 哇 真的好怀念啊 这种好猛 好猛 好猛 怎么去拥有 一道彩虹 怎么去拥抱 一夏天的风 现在可能就回忆到了个场景 带工作人员然后去了我的练功房 我同学在门口等着 是怕他骗我 然后我就给他演 就给他表演呗 表演完了以后 然后他就问我想去嘛 我说我还挺想去的 他说那我合约带过来了 你要不要签一下 然后我就说 好啊 然后他就说 你不需要问问你爸妈吗 我说我成年了 我说我也可以自己独立签合约 而且我说我从小到大 做所有的决定 都是我自己做决定 我父母不帮我做任何决定 我最好的那几个朋友 反而是最不赞成的 就当时大家都是说 你去干嘛 你说你这现在 这老本行 对吧 是你自己以后的饭碗 也是你自己 现在最爱的东西 为什么要抛弃他 我说我想尝试新鲜的东西 我想去试一试 我说不行 我回来也来得及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 你们等我 哈哈 实际上等着等着就毕业了 我其实是蛮忐忑的 因为我是个很爱面子的人 然后 其实像最开始 像很多人也知道 我最初的梦想 是当一个舞蹈将 然后但是 我在努力的过程中 甚至说 我可以离这个目标 越来越近了 我可以看得到头了 但是我放弃了中间 我选择了一个 完全未知 我什么也不知道的世界 去探索 就是希望自己 能够人生有不一样的变化 所以我 我一定不会回去 我一定是取了优越的成绩 我才会回去 我一定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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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差不多一天 早上是十点钟开始 然后练到第二天 到七点 差不多 就打个比方 是这样的 十个小时以上 对 对 是完全就是一个 很夸张的一个练习的方式 最夸张的时候是日评 一天一个舞蹈 一天一个歌 这样子 还有集体舞 然后还有周评 乐评 当时我现在应该是 我们这一批里面 最早去的嘛 跟我最早去的那一批人 都被淘汰的淘汰了 走掉的走掉了 当时我现在应该是 因为我们公司的淘汰就是 他不会告诉你 你被淘汰了 公司所有人 包括练习生 都已经知道 你被淘汰了 但是你自己不知道 我亲眼看着 很多人都是开开心心 回到宿舍说 今天晚上就有可能 我们偷偷吃点什么 或这么的 大家在商量的时候 突然有个经纪人 就把门推开了 然后就说 这是你的机票 你把行李收拾好 你明天早上的飞机 你要离开 我真的是看了好多 好多歌 我不知道自己 什么时候会被淘汰 就是这样 感觉这一片都变了 我都快不认识了 往这边走 我都没想过我会再回来 快快快 淘汰的时候你在吗 我不在 你不在是吧 天哪 看到没有 我身边的跟着我的工作人 淘汰的时候都没来 这个窗户 我看进去是食堂 在这里偷偷睡觉过好多次 每次吃个饭都要在这里休息 将近两个小时 对 真的一点都没变 真的 920 诶 不试试 还记得密码吗 不 试试 还记得密码吗 不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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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忘了 忘了密码了 在这边真的发生了特别多 有意思的事情 反正 就永远感觉自己 在那么久 连出来了 虽然我留下来 但是一直在来新的 说不定哪一个就是取代我 反正好好坚持下来 我觉得 太喜欢了 然后"! 是不是 来 投票 是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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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MV的一个拍摄会对你压力很大吗 其实对于我来说是出道以来我练习最久的一次 是你出道以来练习最久的一次排了多久 前前后后加起来拼凑在一起一周左右 就没有时间 就说句你说你没工作吧 还有人讽刺你胡了 你有工作忙吧 但你又做不了新的东西出来 大家慢慢地都会就是说 其实我看他都是一成不变 就叫我撂我我也这样 我看他天天看一样的东西 我哪愿意看 然后就想表演一些新的给别人的时候 发现你根本就没有时间练习 你被乌鸦鸦的工作压过来 那其实技能会有丢失 你如果这么忙的情况下 一种训练时间真的太少 所以就一直都很着急很着急 不知道该怎么去挤出来时间去学习 所以我还蛮珍惜的这次机会 因为你毕竟也是自己的第一支MV 你支持你的人等着你这支MV 等着你这首歌 那你得精心去准备吧 从无论是从服装还是造型想法舞蹈 那就是都是要自己一遍一遍去准 这是我设计的 下面是那个Flip 我的歌的这首歌的歌名 只有设计两版 还有一版是纯透明的只有两个Flip 正好是对着眼睛的 但是后来觉得好像卡住正正好特别难 所以刚才就用了这条全是Flip的 还蛮好的吧 还蛮好的吧 我要做一个新造型 为了这个MV 把头发接一下 继续做一个什么样的发型 跟凡哥一样的发型 长发吗 长发 把头发接长 但现在也得试 如果接完以后 发现我跟黑毛失望一样 这整个头都是扎开的 那我就要考虑一下 是不是短霸会不会更好 所以说先接 因为主要是现在头发 还不够那么的长 现在大家都很紧张 因为要开始粘头发 因为如果粘不好看的话 马上就摘下来 就不会再用长头发 有种自己是自来演的感觉 自来演是谁 天哪 你没有资格再跟我一起录结婚 对 《活影忍者》里面的 《名人的师傅》 我最终会收到 这样看一下 好像我古装长发还挺好看的 大家能看到吗 有机会 我们 检毛了 竟然不是我的毛 你不知道会穿什么样子 一笑话 快点 我觉得我那个时间久短 我没想到会这么久 腰都快坐断了 看我身无可恶练的表情就知道 好满意 你对自己身边非常深刻的是吗 我对自己的身边一直都很认可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对 时尚的看法和见解 都是不一样的 你不怕有人说长发会比较 有些人说我长发会像女孩或娘 或者什么 其实我觉得 这也属于我第一次比较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你需要给到他们不一样的 面 你想要让更多人喜欢你更多人支持 那你就得打到不一样的 往不一样的点去打 所以说你的造型一定要多变化 多元化 这是我这个职业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我没有办法 就是说 谁会就是说闲着无聊平白无故的 就是天天在家拿个假发片子了 假头发一个一个假几个小时 没有人会去花这个时间去做 所以我说 这只能说是在一个造型上的一个突破而已 也是我需要在这个MV给大家呈现出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你需要给一些 不论是给支持我的人 还是给一些可能还没有那么对我认识那么深的人 去让他们去认识我 你会在意网络上对你造型的一些议论吗 我其实 这也是我不要这边回答吧 我一开始的时候心里很难受 其实后来我觉得 根本就没必要 因为我做这个职业 我在舞台上的时候 如果我不化妆 灯光打在我脸上 参拔的跟个鬼似的好吗 露出来谁会好看 对吧 那肯定是需要去妆容去修饰自己 对吧 我是为了尊重屏幕前的观众 尊重每一个来看我的人 然后也尊重为幕后这些为我工作的人 他们家的饭真的巨好吃 在练习的时候 正经常吃他们家的东西 这毛吧 真的是 女生真的太麻烦了 吃个饭还要撸着毛 其实觉得我刚刚做这个头发长度 我觉得还挺帅的 但是吃饭太麻烦了 吃饭太麻烦了 就影响了所有 人是铁 饭是钢 一个人不吃饿的话 这我爸告诉他 你说明天要录MV的时候 跳了跳出来 一座假房跳出来 一座假房跳出来 快了 太尴尬 要把它拆掉 要拆掉 嗯 要拆了 我的心好痛 困死我了 别困了 那明天还要很早起来 特别早起来 工作强度 跟练习生时期比 就是出道之后 哪样更大 不一样累吧 练习生 但是还是现在工作累 因为当练习生的时候 你还有休息的时候 对 就是马上第二天 其实一大早 就要出发去拍MV了 就想要再抓紧时间 练习一下舞蹈 尽量的就是 保证自己做好了准备 然后也不会出错 不会去耽误大家 是 我是一个很缺乏安全感的人 就是感觉谁都给不了安全感 就自己只能拼命地练 就是我只有觉得我每天 大家都走了 我一个人在这儿练 我今天练得多了一点 只有练习能给我安全感 等你真正出道了以后 你会发现就是 它新鲜血液进来得特别地快 新鲜血液不断地涌入 你如果不去充实自己 不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你很快就会被这些新鲜血液 新生力量所淹没 所以说更没有安全感 就是那种感觉自己就不够好 又可能有一点点小自卑 所以说每一步都是如履薄逼 就是一不小心 你走错了 就掉了 你走错了 就掉了 太空了 是这儿吗 好 我给你看到了 行李 晨婷 晨婷 嗯 到了 清醒一下 我要上下洗脸 OK 我洗个脸 你们等一下 拜拜 你需要先刮胡子吗 不 先刷牙 需要 现在要刮胡子 对 我感觉我要刮胡子 我感觉我的花出什么 对 很平静 为什么平静呢 因为太早了 激动都激动不起来 五点多起床了 一个小时 一个都要睡了 下雨了吧 太棒了 下雨了 这个影片肯定录得好 我下雨的时候状态就好 就适合这么忧郁的我 老师您换衣服了 好 我去换个衣服 等一下 等一下 衣服 好 对 你怎么了 我需要你穿起来 衣服 我勇气我的身家 在外面面前前前阶阶 我为你动摇 画面里都是我爱 写着这一半 送永远眼泪长老 快捡我快乐 那明明是我 紧紧这一情分开的 有种在长长的一个 两个人都逃脱 其实能拍自己的MV 就觉得还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吧 也觉得是 向公司的证明 我这段时间的努力 没有白费 那时候就是 有帮我们公司的前辈 去跑个龙套 就大家一起跳舞 然后我也在里面看嗨 然后在里面 或者当个配角 然后在边上 就提前感受一下 那种感觉 那时候挺 那时候可羡慕 对 就当时在想 哇 有天我也能拍 这样的MV的话 就想了个想法 立马就插断了 就是说 就是说先出道吧 我马上 这是MV你们的 主打的一套衣服吗 因为就是这一套 是完全全部都是 手工定制的 还是非常喜欢的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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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哎呦 哎呦 钻要掉 快 快快 快 有点没事 没事 OK 吓死我了 对 吓死我了 真的 我上次还没看跳呢 嗯 因为他这些都是 手工缝制上去的 他我手应该不会掉的 还是挺好看的吧 闪不闪 快 换了一下 我说我衣服换了一下 闪不闪 这下后面也挺好 后面也非常好 帅气 然后我就要下去 先拍摄了 嗯 加油 OK 下去 我去 做什么 啊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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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去 你 我去 你 你 我去 你 我去 你 我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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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阿姨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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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